那也就是說這故事有分文對圖對不對 那我就去問他們說文是什麼圖是什麼 大家他們知道就是寫文字的跟畫圖的 那我就問他們說你們覺得是文字先出來呢 還是圖先出來呢 他們大概有一半一半說是圖一半說文 我說通常是這樣大部分不是全部 就是先寫好文字呢再找插畫家來畫 可是有一種特別情形是說 譬如說我今天寫的是白雪公主這故事 我有可能呢現在一開始先找誠心幫我畫圖 搞不好過了幾十年我發現喔不錯 浩勳也不錯我請浩勳再畫畫圖 同樣故事可以由不同插畫家來畫 可是我們班的小朋友也很厲害 我們班的小朋友還有環野有說 那老師還總是呢改編版 我說對也沒有錯改編故事也有這種方式喔 然後再來進場又提出一個很專業的說 老師那翻譯呢什麼需要翻譯呢 我說這個問題也不錯 翻譯呢就是 例如說要是這個作者跟圖是台灣人自己出的 他其實不需要翻譯因為他寫的就是國字啊 但是如果那個故事書是從日本來的話 這文字我不曉得就需要翻譯來翻成國字 我們知道的國字這樣 他們今天好專業喔 然後呢我們就開始來 我們就後來開始來編故事 我有跟他們講一個前提是啊 你們當然有一條文魚問說 老師怎麼大寶變難變你又變了 我有說我們不是要統一形象 我的目的就是讓他們成為插畫家 我說這個大寶二寶會隨著不同人去想像 搞不好我想的大寶胖跟點點 然後我想二寶是女生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是有點像故意告訴他們說 你就是像參畫家一樣 文字並沒有形象 所以你要自己通過自己來完成形象 那我們再講一下美孩的故事囉 這個呢秉珍呢其實在編編編畫的時候 超認真今天給他100分 而且秉珍在編畫的時候呢 他很有感覺 因為他今天畫人裝備都很仔細喔 他今天很認真之外 他還去思考參畫家的故事 他後來半天就跟我說 老師為什麼那個畫繪本的人 都可以畫得這麼這麼細啊 他講得不錯呢 因為他一開始講不出詞 就是那個畫那個不叫沒那麼粗 我說你說筆粗嘛 他說對 比如說其實參畫家在畫的時候 他可能邊想的時候 邊畫的時候 就邊想到很多 搞不好他畫一個人袋子 就會想到 那人袋子旁邊還裝了水壺啊 可能上面還有一個他的徽章啊 他就會想好多小細節喔 所以今天秉珍畫的真正仔細呢 他在畫的時候就說 這是他的水壺 這是他什麼 他真的跟我討論的時候 就很仔細在思考這事情 他深刻跟我說 老師我想畫他們從房子出來以前 我要設命的房子 不錯耶他很有架式喔 跟我討論他要裝什麼照片 他不是隨便討論的喔 所以畫得非常仔細 然後怎麼樣走近呢 那個遠遠的山洞 做得非常好 這是我們一開頭 其實開頭最不好表現 因為就是這樣出去而已 這樣 但是呢還不錯呢 我們家的秉珍呢 還想了很多小細節喔 還畫出個性喔 他說這他比較隨便 這個比較嚴謹一點點 所以哪邊為什麼比較隨便 這個倒是為這個一開頭的畫面 真色不少 不然這個畫面其實蠻無聊的 就出門了 可以這樣 然後呢 再來是好心的 我覺得這個對 對 對 對